今天是6月26号 现在是上午的10点51分 我们来看一下上午的盘面 A股指数出现了一个分化的行情 上阵指数数一个杀跌的 但是以创业板为代表的科技方向 迎来了红盘上涨的行情 那在这种环境下 我们到底该怎么做 创业板能否起稳呢 科技板和回卵是不是日式的题材又该回归了 这个方向能不能抄底的 还有就是刚刚我看了一下权重板块出现轮方 异动护盘 那么接下来底部是不是就在这个区间 怎么看 但是这些问题我们就盘面做一个分析 讲知情评论区一波88支持一下 觉得我讲的有理的点赞加关注 其实从市场的反应来看A股还是很弱的 经过了昨天的下跌啊 到今天已经出现60英 那么目前的这个60英到底该怎么看呢 从市场的个股来看 涨的2200多加 跌到2700多加 目前是涨的少跌的多 还是市场是属于一个弱势的周期 但是大家知道我昨天跟他说过 这个位置是一定要跟紧的 一定要守住的 昨天说这个位置就是2.950这个附近 要是守不住的话 会出现大门期 会加速下跌 那你看今天的这个大权的方向 是吧 银行也好 证券也好 包括这个中资头啊 包括北九啊 这些都是属于异动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的国家队在护盘 在在出手 但是明显的没有资金跟风 国家队是独莫难支 在这种环境下 我们的指数啊 何时期吻还真不好说啊 所以刚刚 又打了一个二九三五的低点 昨天也是二九三五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位置就尤为关键 就是一个多空的决战就在这里了 到底多方胜出还是空方胜出 目前来看空方是占有一定的优势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在保持理性 保持谨慎 尤其是在追高的过程中 尤其今天比如说啊 一些方向突然冲高了 拉高了 我觉得大家还是考虑是吧 考虑不要去追啊 但是有些急跌的急撒的 可以搏一下 搏和反出 或者说搏个日内的t加零 倒是可以的 我说t加零什么意思 就是你本身有底仓 然后突然做急跌的 那我在下面加米仓 然后他反弹又拉起来 我就把底仓 或者说把我加仓的这一部分先出掉 做个日内的这个啊 这个t加零 t加零啊 这个节奏 这个策略我对于倒是可以的 但是你没有这个能力的 没有这个水平的 我觉得大家还是多看手动 好 从市场反应来看 A股这个 这个反弹的迹象是越来越明显 其实啊 从市场目前的这个热度来看啊 他是缺失的啊 他是差的比较多 我跟大家讲的很清楚 A股能不能出现大反 所以大的上涨 关键什么呢 关键是看证券板块 能不能动 证券板块能不能起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那从目前来看 证券板块表现只能说一般 所以2935这个位置啊 我倒是觉得他很难守得住啊 那2935守不住的话 那接下来怎么办 其实 那如果说急跌了 撒下去以后 以后再来一个探底回升 来一个大的一个长下引线 那反而更好 说明这个底部越来越扎实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好 留意的重点是正确 能否出现大幅度的放量进攻 如果他出现大幅度的放量进攻的话 那他底部就真正确定 如果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一个放量进攻的话 很难 对吧 出现这个 指跌起门的动作 这是大家需要留意的一个细节 这很多人说我操底该怎么操 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可以轻指数 转过股 指数已经没有意义了 指数对我们股民现在来说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心理光口 对不对 3000点跌破以后 底再何方大家心里都没底了 所以像证券像这种的话 我觉得大家还是什么 是以潜伏低息为主 切勿切记去轻易的去接 或者说追高的话更不考虑 如果你是接的话 去追高的话 我觉得你家里就算有矿也不行 就大家需要注意的 好 那回到这个盘面 大权重方向都不太都不太好 包括这个银行 北九这些都不太好 那这种情况怎么理解 其实你要去参与的话 只有参与什么各大板块的核心龙头 就比如说中组的核心龙头 比如说电力的核心龙头 我觉得只能参与这些 其他的一律不要去轻易的去变中了 还有就是大涨 涨幅巨大的也不要去也不要去接了 这是大家说的特别注意的 好 那我们回到今天在盘面 今天市场的重点 并不是我讲的那些权重方向 市场重点主要集中在哪里 大家应该都知道集中在 科技这一块 你看今天表现比较好的就是门声视频 还有什么AR 语料 互联网互联网这个 保险传媒等等这些 说白就是随着美股的英伟达暴涨 科技股今天又回来一点点 那么这个回来 怎么办 能追吗 这是很多人想问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看 技术面目前来看 就是涨停票最多的是谁 其实我在前面跟大家说过 你不要纠结 不要纠结 不管他大盘涨与电 我就盯着这几个核心品种就行了 你比如说现在市场是吧 虽然说跌幅 虽然说这个新能源车它是绿盘 但是它有11个票涨停 人工智能它有10 有8个票涨停 机器人有多少 有8个票涨停 华北有7个票6个票涨停 所以我一直想叫大家 我就盯着这几个去 我不管理其他方向对吧 那我就盯着新能源车 那新能源车的话 你出去下跌 出几跌对不对 往下压 好那你压到低点的时候 压到低点的时候 是吧 我在低位 我去做个低息 做个博弈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所以你看 昨天的新能源车有多支票涨停 今天同样有多支票出现涨停 那么这都怎么理解 说白了就是什么 就是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高低线 那你看昨天的满坤是吧 直接是往下压 今天来一个二十里面反暴 朋友们记住我说细节 说什么细节就是 这个票在近期是不是起稳了 技术面是不是走好了 近期是不是出去放量了 那么放量的话 我怎么办不追 但是缩量回踩怎么样 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去做个博弈 做一个反冲是可以的 这大家说注意的 那比如说像近期年 这票我在第三版的时候 就跟大家讲过还记得吗 第三版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很有可能说 这个票成了短线选手的一个 这么一个机会 你看这个红英智能 昨天是奥版的话 是不是昨天也跟大家重点讲过 这东西 大家这策略的思路去就行了 能力强的去跟紧的新龙头 能力弱的去什么 去盯紧这个老龙头 作为一个低期潜伏 不过一个反处反弹式没有问题 那从市场反应来看 是吧 目前新龙头已经明确了 20厘米的是满坤科技对不对 还有10厘米的10厘米是谁 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金旗林 所以在短线选手是值得注意的 那那我不建议大家高位再去顶了 那三版的金旗金旗林 我已经说了你没去 那么现在五版了 你去的话是风险越来越大 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还有你在操作上面啊 津贴盘中跟风上涨的啊 突然拉起来这些不要去了 不要去顶了 不要去去了 这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一个细节 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盘面 或者什么盘面呢 就是在操作上面啊 就是啊前期的一些人气票啊 是值得大家特别注意和跟踪的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在前面跟大家讲啊 讲什么呢 a股有一些板块啊 有一些个股 尤其浓头股调整非常充分的这些啊 倒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细节 好那除了这个 新轮车之外 那你看还有这个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也是我在近期一直强调 一直跟大家说过的一个重点呢 对不对 这个方向跟大家也说了很多次 说了很多回 那操作上面该怎么理解 在前期也跟大家说过 这个方向你一定要记住啊 一定要记住啊 在拉的过程当中啊 拉的过程当中 也不能盲目去追 但是呢他在这个低点的话 我们是可以去做个博弈 去做个博弈的 后面一定要记住在这个低点 是吧 去潜伏去低息是没问题的 所以你问我能不能抄 那我觉得人工智能 这位置是没有问题的 这位置是可以去抄的啊 这大家需要注意的 那个股的话 你看今天也是有多支票啊 出现一个 明显的这个什么 一个上涨啊 那我觉得这种类型的票 你看像荣盛呢 或会唱的这些就出现哎 发现没有 好像这些又是属于前期那些老的人气票 你比如说啊 相当于荣幸文化 荣幸文化的话 这前几天出现一个放量的异动 那今天出现一个什么 缩量的回踩 缩量回踩 然后我促进一个反弹 所以这就是我前面跟大家讲过的一个技术 什么技术 大家记得吧 啊 不缩量回踩前伏等他轮动的拉伸 对不对 还有这个汇照 你看前期也是出现一动 那今天也出现一个上涨 那么这种把握性还是比较差的 追高我觉得还是很难的 像信仰达这种票就不用我说了吗 前期的腰股系列啊 前期腰股系列 那么近期你看出现一个明显的回踩 哎我们看这里是不是 看这个位置 看这些位置是不是出现情况啊 所以在操作操作面啊 大家说注意的一个细节啊 好 整个的方向来看啊 人工智能板块啊 是核心品种啊 是一定要跟紧的 要有助的一个细节 好那你看再还有就是这个华为概念啊 机器人这方向 那华为的话 今天是不是也是出现一个什么 低开高轴的方式 你直接在你杀了一个低点吗 杀了一个低点 现在拉起来是不是 那你在这个低位去做低息的 去做潜伏的有没有问题啊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吗 是不是 操作上面你注意这个细节不行了 好了 华为啊 包括汽车 包括这个人工智能 是不是我天天讲天天讲 所以很多人说哎呀 我不在抄底 我不在操哪里去 我不在低息的下里去 其实并不是你的节奏不对 而是你什么 而是你明明看到了机会 你不敢下手 你还等他涨了 你又会什么 你又会有一种有一种想法 就是忍不住 往里面去追 往里面去顶 那结果呢一追一顶 你就 就接盘了 你就赞了 大多数人就是这样的情况啊 在在操作上面是 特别要注意的 要留意的好 回到这个市场啊 回到市场 随着这个题材股的回暖 我倒是觉得大家在短线啊 要跟紧这个方向 包括我在昨天前天跟大家说过 因为答不是是吧 起来了 那么因为答因为答起来以后 水压 a压方向是不是也会跟随起来 比如说a 压pc 手机对不对 你看 今天的a 压pc的话 在找盘是出一个高刊 这里急速的一个跳水 那么如果你胆子够大的话 在这个急速跳水的过程中 你去做个dc有没有毛病 我觉得完全没有毛病 这就是一个什么 这就是一个机会是不是 你装作这个机会 那你抄了一个底了 那这你出去反弹 你不就活力了吗 你不就赚钱了吗 大家看 经过连续几天的这个往下压 是不是压到这个前期低点 风景了 包括a 压手机 大家看这个类型 对吧 a 压手机反而我觉得它的这个 优势更加明显 因为它位置比较低 位置特别特别的低 对不对 那这里的话就给了大家一个 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期 比较好的一个上车的一个机会 在操作上面 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好 整个市场目前的焦点 还是集中在 汽车加科技这一块 但是汽车加科技这一块的话 目前也是属于轮动的 还有就是我们 我们的这个科技是受什么 说外围影响比较大的 所以在操作成本 尤其是追高这块 还是要保持谨慎和理性 目前市场只是一个超乌跌反弹 所以你不要以为他反了 我就是去追 这个是不靠谱的 这是其他方向 目前看不到希望 所以在 这一块 特别像我们在评论之后 这一块 有点 是